今天上午 剛才做了一講 現在呢 再繼續把這個問題 接下來 就像上課呢 再給四十分鐘 我想呢 接著那個上面那個講呢 拜登啊 替拜登 我勸拜登從東手 不拘一格降人才 什麼是人才呢 時事物者為俊傑 然後呢 還要有這個 能夠 來自實踐 能夠取得實踐的 得本 財末 舉賢 能夠 得賢者 得天下 所以說 失賢者呢 失天下 我們今天就講 人軍呢 這個 特別是講的這個 誠信 一個大國的元首啊 如果失去了誠信呢 這個 就會 眾叛親民 為什麼呢 我們看了一個 美國這麼強大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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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極化的一個 第一強國 為什麼現在變成了 為什麼走下誠論呢 因為失信 失信於民 那麼 從 從 從現在我們來總結幾個 我總結了這個 十條 將來 這個 十到 失敗的原因 但是 我今天 未來 那個 我也總結了十條 那麼 下一個 二零二四到二零二八 二零一二年 那麼 怎麼樣來做這個 新國之策 就是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是 真正的 現在我們把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變成一句空話 一句虛話 就跟 泡沫經濟一樣 我們是搞得 泡沫政治 但是 因爲什麼 我們沒有找到一個方法 叫 空想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變成了 空想 我們要把它變成實際 那麼 一定要體現 我覺得 現在的形勢很像 我們春秋戰國 中國那個 春秋戰國那個 亂世出英雄 各個國家的人才都集結到美國來 米色列的 中華民國的 台灣的 中國大陸的 那麼 什麼樣的人最適合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這是一個用人的問題 我覺得 美國是個 能夠敢於發現人才 敢於使用人才 敢於相信人才的那個地方 所以 我來到這項目 我感覺到這個 美國的 兩黨的政府 兩黨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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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政黨對我的 重視 我感覺非常感謝 同時 我也在盡心盡力的 提出我的一個 Idea 我並不是要做官 也不是要用 我 就是 我沒有任何的一個才能 但是 我的品德 比現在的所有的台上的 比 我的品德 比這個 余茂春好 我的品德 比王富民好 我的實踐經驗 比他們這兩個人都強 我是來自實踐 所以說呢 我只能說 從我的看來 要誤本 什麼叫誤實 誤本 如果我們一個國家 用的是投機取巧的人 這個 能夠 像沙利文它是比較容易啊 有很多 有很多彎彎繞 對吧 有很多 逐字多謀 它可以用一些軌跡來 去 謀取利益 或者是為國家 制裁啊 或者是耍個陰謀啊 耍個軌跡 我當年呢 把你 你只能 就像 說假話比較多 現在 我們這個世界 說假話的人 遍地都是 政客 90% 的人都是政客 都是說假話的政客 這個就叫做 這個世界的混亂 就是由這些政客所導致的 為什麼現在提倡那個 那個 華盛頓精神呢 我身碰你啊 這個 華盛頓那個就是 要制約權力 把權力關在籠子裡 並且找回 我們法律成 這個 美國原來是個重商 重諾的一個國家 現在的契約 不承諾 不重視這個 誠信為本 這是一個 美國的很大一個 現在現實當中的很大的問題 我等一下再具體地說啊 所以呢 就說 拜登提出這個 我們就講這個 然後不多說了 就說這個 似乎一無意 是最初的 似乎一無意 還有 後來 上市呢 集團體內 似乎四無意 這些都 這些承諾 你要兌現了 美國也不至於現在這樣 另外一個結構 美國 拜登這個 政府 本來是要搞這個 國內的實體經濟 實際上沒有 這個結果 百分之 我就說二八的 二八的結構 百分之八是在用外交 軍事 這個錢花在軍事上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八十的錢用在外面 百分之二十的錢用在國內 所以這麼大一個國家 落到今天 管人到乞討 管人要錢 這個是很悲哀的事情 我說了幾個問題 這個 看起來 很聰明 王國 這個 王國之總統啊 王國之帝啊 王國之軍呢 看起來都是很聰明的 王國之政客呢 王國之臣呢 看起來都是很忠誠美國的 這些人 為什麼呢 就是美國優先 美國內優先 這些民主黨 共和黨 這些把這個 主張制裁的 主張制裁的 什麼的 就看起來都很忠誠美國的 實際上是堅強的 看起來都是王國之道 因為他是想要搞這個脫鉤啊 因為他是想要搞這個脫鉤啊 搞這個什麼呢 搞這個對抗啊 搞冷戰啊 這是實際上的 中國話就是這樣 王國之臣 四中 王國之軍 四治 就是 看起來 王國之軍呢 都很聰明 講這個 都大話 都是很 大話連篇 什麼 事不亦無異啊 幹什麼 做 出雲中美關係啊 我跟齊英明都是好朋友 這個 讓人感覺到好像是 自吃而非 做的 說一套 做一套 這樣子來講呢 國軍呢 就是 這樣子 這樣的 國軍總統啊 就是 看起來很聰明 兩個人看起來都會耍 耍得很賺 但是失去的民心 失去的信 就 我們說那個 中國有個故事叫 狼來了 狼來了 一開始有人幫他 但最後就沒人幫他 真來 狼真來了 就沒有人幫他 這個呢 真的 這個 所以說 這個 拜登啊 這個 喪 這個 這個 喪失威信呢 是在於自己 不要 為什麼說 那個 這個 奧巴馬呢 就是 說了一個 應許之地 台灣這個地方是 聯合國 憲章 聯合國線上寫的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台灣省 那麼 二清五八號決議的 定位台灣是什麼呢 是 中華民國 就是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 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 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代表中華民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 這個沒有 在法律上的措辭 儘管有些錯誤 但是 本質是一樣的 驅逐 蔣介石 把蔣介石 那個這個 蔣介石的代表 從聯合國的席位上 驅逐之 就是把中華民國 台灣地區的代表 驅逐出聯合國 所以 台灣如果搞什麼 獨立運動 它沒有這個獨立權 因為台灣不是殖民地 它們 它是一個 中華民國的一個地區 所以 這個法律上 為什麼說 這個這個 拜登和 還有很多政府 美國很多政府 在 運用這個 我看了這個 從肯尼迪尼克松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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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這個 為什麼 採取制裁的措施 採取的那種 罰動驅動 繼承國 1668文件 2758 這個一個演變的過程 就法律上有 這個都想盡辦法來維持 兩個中國 一中一談 這種 或者是 這個美國一直在想 想千方四百計 來維持這個 雙重代表權的制度 但是 即使通過了2758 這個也通過了 然後中美建交了以後 實際上還是想用 台灣關係法來 雙重代表權 這個本質就是 雙重代表權的問題 就是 但是呢 還好 我研究了這個 細節問題 研究了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中美關係的那個 來龍去脈的建交的細節 那個會議啊 這個 一開始 特別是 尼克松階段 一直到里根這個 還對這個 台灣關係法 還有個女性的認識 而現在變了 現在的拜登政府嗎 那個什麼呢 那個那個 什麼特朗普 那個 政府 奧巴馬 還好一點 以來 由於台灣這個 這個 這個台獨政府 還有這個 台灣政府這種 這個 公關外交 或者金錢賄賂 這個 買通了這個 這個 美國這個 參眾醫院 這個 政客 就使得 對這個 台灣關係法的偏離 這個偏離是什麼呢 就偏離使台灣那個 做大 把這個 做大 就台灣做大 做大 做大成什麼呢 想辦法和你 中國 中華人民國 分聽抗議 就是製造兩個中國 或者變相的兩個中國 各的一中一談 各的能夠 四天地地 能夠製造什麼 這個 這個時間呢 美國實際上犯了一個 嚴重的錯誤 這個 這個 應該維護大國 美國應該是維護 聯合國憲章 這麼一個 這個 這個 制定規矩 遵守規矩 這麼一個大國 什麼規矩 規矩就是聯合國憲章 就是 一個中國就是 中華人民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聯合國 當中 這個 代表 中華民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 那麼 應該尊重這個規矩 由於你 美國 動了這個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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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了這個什麼念頭 動了這個 動了這個 聯合國這個奶酪 奶酪 動了因為這個是 利用台灣來自 來牽制大陸 這麼一個 視力平衡 這麼一個 就是 重用那些 有才幹 能夠使得 玩玩繞 能夠用陰謀詭計 瞞天過海 能夠對抗 中國大陸 動了這個 這種 包括 政客 或者是 遭相納判 這個 因此你 失去了一個 作為一個大國 作為一個 遵守聯合國 這個主導權 這個 主持正義的一個大國的 正義性 就逐漸逐漸地失去 原來 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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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松那個 時期呢 叫蜜葉勳呢 也是利用這個 這個權術 利用中美這個 就化解 你 美國在玩弄這個 權術這個 平衡戰 今天需要 中國 來制衡 蘇聯這個 體制的時候 就把它 利用這個權力 就搞好 今天需要 制衡中國的時候 就想用 削弱 俄羅斯 拉往印度 日本 韓國 還有 台灣 澳大利亞 等等 英國 這樣來制約 這個 這個 中國的崛起 這實際上 走一個 小人之路 使得 就利用這種權財 而忘記了這個 政治的本 本源是什麼 承諾的本源 聯合國憲章的 規則 聯合國憲章的 宗旨是什麼 大國 這個 美國這位大國 在重新競爭著 維護自己的私利 國家利益 這個事件就是 道德的 淪喪 就是政治道德的淪喪 道爭 本源的這個 走下不落 失去從信 失信於天下 本來你定的規矩 是這麼樣的規矩 你和中國友好 就 看到中國崛起 一下子 三十年崛起了 就變成了 就拜登 否定拜登 美國否定美國 就是說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句話呢 那個 那個 王滬寧說的那段 美國反對美國 這政策 對華政策 美國反對美國 對華政策 這個呢 這個黨上來了 那個黨下去了 結果在這個 在對待 反對中國這個崛起的問題上 大家是一致 就忘了規則 這個表面 用中國古代的話來說呢 這個國軍啊 人軍啊 不換 不愁呢 出言之難 而換 賤言之難 你兌現自己的承諾 是非常困難的 你知道兌現自己的承諾 這個難度 你就出言的時候 不得乎慎重 不得乎 不得乎 好好考慮 你說出這個 四富一無益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一句話 你給中國政府 戴了一個 木頭眼鏡 讓中國看到了希望 但是沒有看到實惠 聽到了這個 四富一無益 這麼一個情況 但是實際上沒有 因爲 因爲什麽 因爲中美之間 是一個利益競爭關係 利益競爭關係 就是我想辦法 用這種方法 來 想辦法來 鬥到你 而沒有想辦法 用合作的關係 來使得大家都 在這個合作的 共產黨中 取得雙贏 就是你的能力呀 重視這個 誰要有能力 能夠使 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戰勝中國 這樣一個人 誤取不擇手段的 戰勝中國 所以 你就 把自己的本來 一個大國的 一個主導的權力 全國 降落為 降淪落為 烏克蘭 和台灣 這樣的 以這個小國的利益 為轉心 然後這些小國呢 就牽扯著大國 這個小國呢 就把你的 就像魚兒一樣的 把大國 把美國給出賣了 把美國的正義感 把美國的規則 給出賣了 把美國的賄賂了 收買了 就像大陸 很多台商把大陸的那個 那個 政客 把政府給收買了一樣 那麼反過來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去看到這個問題的現象 實際上是本質 本質就是因為美國衰弱 所以 就不擇手段 要想辦法把中國打壓下去 那中國本身也 也有問題 中國制定的政策呢 就 盲目落管 過於自信 鄧小平就過於自信了 過於自信什麼呢 把現在 把那個 現在是解放戰爭 戰爭 內戰狀態 就是解放戰爭狀態 把這個戰爭 看成和平狀態 和平建設狀態 沒想到 四十年鄧小平這樣 竹蘭打出一場 和平統一 一沖墨戰 一沖黃梁又陷 到了習近平這個階段 習近平要 要維護了 習近平重用的是王烏明 王烏明 是一個沒有 兩岸實踐經驗的 實踐具體經驗的人 也沒有三大實踐經驗的人 王烏明是一個說可 或者說 我們要說 他的道德品質呢 你從他抵立了三四分 我就覺得這個人的道德品質 要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個家都處理不好 怎麼能處理好 國家這個觀念 那就是兩天和 一味地去求和 這樣的人 把它放在一個政治協商 政治主題 又把它作為一個最重要的 第一把手的智囊 李王治國 李王治習 因為習近平也沒有真正的工業生產 這個大產業工人生產 標準化的一個規 一個講規的 就是說 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魂 那個魂脈 然後就強調中國文化的傳統當面 你這個 就像毛澤東呢 也是沒有工業 這個大生產 這個經驗 習近平和毛澤東這個 這個 思想的 思想的結構啊 這樣結構是 基本上是 類似的 因為很 很相似 對農業 對軍事 對工業 對產業 大生的先進生產力 或者是 它就講得少 彼此的 本工協作 那個細節 細節決定出來 就講得少 講的是 用科學技術生產力 這方面也講得少 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科學技術 你幫我 包括法治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的法治 這麼多不在 就是因為權力過大 我們過於相信 這些法官的 這個 這個叫 為人民法官 打得人民法官的期望 是你幹什麼 傷天害人 吃了被告 提人告 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 本來應該是人民法官 你要在五八年 五幾年 那個人民法官 還都是他去青年了 現在的法官 可以說是 一個選擇 源頭污染 如果你當時說 一個案子 一個小時候 你是個源頭污染 被權力和利益所污染 所以我們要進行這個 這個 一個改革 這個改革呢 這個說 從系統上改革 就像說 真是從系統 先讓它反 反思 從馬克思主義這個本源 這個消滅私有志這個本源 就是階級逗爭那個本源 來考慮 如何來調整 那這個是本質 因為 因為社會主義這個實踐 證明了 從巴黎公社到 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 集體化那個 或者是國有化那個制度本身 在各國的這個 東歐共產 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來講 這個失敗 就因為這個消滅功能是這個 這個這個 有好處 系統化 大家一個大家庭分工 國際大 國際分工 國際大家庭 但是最 我們現在的自由市場實際上 也是在進行國際分工的太多 但是都是出自於利益 出自於各個國家的一個 一個對自己本身發展的一個優力 這個主權就是在優小當大 而那個 那個 蘇聯那個就是從上往下建構 所以就產生了霸權主義 而那個 蘇聯一個一個 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霸權 然後美國一個社會主義霸權 這個呢 總而來講 就是 從自己的利益 從自己這個陣營 從自己 源自於共產主義這個理論 運動的理論 源自於階級的 源自於消滅社會主義 這個 這個來說呢 那個 這個 在資本的國家 把上帝作為 作為一個 上帝賜給這個 人民的一個主權 主權在民 而這個 這個那個什麼呢 這個 這個 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呢 主權在共產主義 這個目的就是 為了達到共產主義 主權在黨 黨領導人民 就實現共產主義 分這個社會主義 所謂社會主義的小方 讓大家都 都賦予些 大家都賦予 不是 搞 微觀經濟的 搞 這個 宏觀經濟的 這兩個 因為搞經濟工作 就不一樣 不同於政政 搞經濟 它要講利潤的 有的適應 適應於大生產 有的不適應於大生產 適應於小做法 有的不適應於規模化的企業 你 這個標準化 但 我本來就是搞 標準化 就是搞這個 社會主義的 那麼 這樣子呢 有的時候不是很於社會主義 但是你一定要搞社會主義 那個 扼殺了 就扼殺了 這種民族 小自然之間 小生產 這樣的生產力 為什麼現在還有保留的 歐洲還有很多保留的傳統工藝 包括瑞士 就是它很多手工的製造 手工來製造 手錶 有很多原器件 這個就是 它為什麼沒有消滅這種傳統的工藝呢 它用這種工藝 你如果要用社會主義來說 大生產 什麼時候我說批量來生產 那麼多時候 那就不值錢 正是因為它手工 它還有手工的價值 這個利潤 我們指的是 從三大社會實踐來講 為什麼呢 我強調的是三大實踐 實踐性 理論是一定要來源於實踐的 我們很多 從新中國成立 為什麼毛澤東在國內戰爭的時候 就反對這種本本主義 反對這種脫離實踐的 這種教教主義 一味的造反對蘇聯的城市暴動的經驗呢 就是能脫離的實踐 我們建設社會主義 建設不是叫現實性能 建設新中國 我覺得不是建設社會主義 這個建設社會主義 我不希望中國就一下子都搞成大陸 這個新知新色 搞成社會主義的中國 我不希望 我覺得應該叫主權在民 不是在公有制 就是主權在人民 在新民 在不斷地提高人民的整個素質 我覺得中國也需要革命 這個革命不是延遲革命 我倒不見得是推翻共產黨 因為我自己本身要認為 我覺得共產黨應該自我革命 自我修正這個理論 因為完善這個理論 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不完善的 是馬克思主義這個混 這個根呢 它是不完善的 這個根 你如果按照這個 作為一個根來推廣 推廣到世界 世界大成 這個就更糟糕了 那就變成大家一言堂了 那個這個樣子 全世界都講這個 一個一個 都是中國模式 這種完蛋了 為什麼不允許 各個地方用 全世界的共產都是一個 標準化生產 那也完蛋了 都一個模式 都一個模式倒出來的 那個就像 蘇聯搞的那個 那個標準化生產 很多的產品都是一個模式出來的 所以呢 這個這個這個 這些東西不適合 不適合這個這個 就是 油帶有花錢吧 所以我們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一個完整的 一個一個很好的 沒有完整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制度 民主啊 那個 美國的民主 我今天還沒講到 美國民主黨有哪些特別 美國共和黨有哪些特別 共產黨有哪些特別 組織能力 還有這個這個這個 發展的模式 這個這個 都是這個頂瓜瓜的 都是可以說是一流的 但是呢 在理論上 指導思想上是錯的 用人上 往往是才是認能力清 中國一個 哪個國家都一樣 都有 都存在著 認能力清的這個思想 而呢 為了理論 而 為了完善自己這個 這個政治的統治的正確性 所以 王滬民這樣呢 我們黨從建黨以來這個 這個宣傳幹 宣傳那口 就搞的就是文 一定有文人 文人呢 有缺乏實踐 他有圍繞實踐 他有圍繞實踐 毛澤東就搞了一個呢 幹部知識分子 下放勞動 讓他體驗生活 體驗勞動 就這麼一個精神 思想方法有 有 參加三大革命 三大實踐 有這個道理 但是 就過左了一點 過激了一點 腳往過正了一點 但是呢 對於現在這種 現在我們現在這種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肩膊龍腔 這個五股部分子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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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t 分子 那種 拉關係 或者是紅二代 或者概念 拉關係 因為當時那些就是強的階級重生嘛 為什麼我們沒有這樣的關係 為什麼有機會讓 而這相對來 我不能第一批上個工農兵大學 而我只能夠 通過高考以後才能上大學 這就是我在1965年 1964年 我在6月28號 我反對非洲高考這麼一個 一個標準 你把當時的 工農兵想要計算衡量的標準 就是你的出身要好 然後 推薦 推薦 工農兵大學 就掛了這麼一個名 弄虛作假就掛了這個名 所以整個一套就最後 弄到現在來講 眾小人 親德 親道德 親法律 毛澤東有一個最大的觀點 最大的事物就是一個缺陷 就是對法律的侵蝕 對規則的侵蝕 他幾乎 創造了他自己說的話就算 對皇帝就是說 我說的就是規矩 一人獨裁 然後就找一個軍師 找個私人幫 然後再加上一個握著軍權 強反這裡面出政權 軍權就在握 這個國家就不會亂了 鄧小平呢,就把這個改革改了一下呢,就是治標不治本,沒有把這個,什麼是社會主義的,這個社會主義的發展生產力,這個單純發展生產力來講,這個跟資本主義有點兒相似,但是還沒有從理論上來講,這個生產的資本的結構,沒有從這個結構的理論上沒有拓解這個共產主義的,這個社會主義這種,這種思想的那個, 空想的成分,另外脫離世界、脫離市場經濟,脫離這種資產力的發展規律,所以呢,這個是一個一個一個,另一個一個是誤導,就是那個誰呢?這個,那個這個,那個,這個,馬克思說呢?誤導了這個共產主義運動,然後呢,就是把那個,把這個一向都轉向了結局奏律, 因為從人數上來講,勞動人民是大多數的,統治者會組織少數嘛,所以我按著多數打敗少數的觀念來處理,而沒有把這個認識呢,有個更系統化,更吸引力一點,把這個商品的話,利用化生產力把它分解一下。 這個商品的勞動工具,整產的科學技術在這裡起什麼作用,人起了什麼作用,組織力量起了什麼作用,這方面沒有,我們從來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政權是第一位的,只要讀取了政權,那我說了就算了。 我說的這個歷史是由我來概念的,斯大林說,這個歷史是由順利者來決定的,這個呢,就是沒有這個事。 而這個亂,為什麼現在中國也是出現亂,美國也是思想混亂,輿論界也混亂,內戰不斷,這個呢,亂呢,沒有好處。 就是如果大家都能夠說,出思想,出理論,出權益,出比較。當然來講呢,這種來講呢,誰有實力,要憑實力說話。 中國現在的軍事實力,國家體制,因為它實際上是國家幾國體制,又是一黨制,所以呢,就變成了一種了。 就是我說了就算,習近平就說了就算,實際上王國人說了就算,結果呢,是實際上走的這個路線,是值得提挑的。 就脫離了三大實踐,是得到的一樣,所以我們就要先有實踐,然後再按照實踐,產生出來的,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然後進行運作。 現在從零到有思想,然後再實踐,實踐的Action。 Action 在實踐當中呢,發現問題,發現錯誤,發現錯誤就是呢,叫取其精華,取其糟果。 把不適用的能力,然後把精華吸體出來。 這個植物的自焦系,大家培養一種的時候就是,我把那些精華取出來,每一種品種的一個耐寒性啊,耐熱性啊,或者是小個子啊,抗負性啊,我取一個它的優點。 把每個優點取出來,然後它的這個低音啊,它就縮小了。 低音效的,然後再進行雜交,再進行配合。 雜交成這個,產生了一個雜交優勢,然後這樣子不斷地改良平等,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進化。 這個不斷地進化。合作就是咱,這個合作和交流就是雜交的過程,就互相分享一個雜交的過程,一個取長過程,這個國產種產問題的過程。 所以說我們,王滬寧沒有,王滬寧沒有就是這個在,就是,他沒有三大實踐,所以他不懂得農業,不懂得工業,不懂得生產。 生產就本身,生產就能嗎?我工業化就是實際上,我也是吸取的。 最先進的,包括當時我們的石油鋼工廠第一套的設備是從蘇聯引進的。 吸取把它消化、引進、提高。 你是必須要有提高,把它消耗邊登了自己的。 這樣子才能夠發展。 那麼這個過程呢,是一個從踏踏實實,腳踏實際,務實的一個過程。 為什麼我說,支持應該來源於實踐,而不是來源於那個書本。 僅僅來源於書本的話,就是你學而不思則亡,你思而不學則亡,你光從這個規律來,在書本裏找書本,這個來講,這個來講是片面的支持。 所以我們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是行而上學。 你將來任何去來批判我們就好。 你從局務的,從造成本門主義,理論上怎麼說,教教主義,維新主義。 哪一點,或者哪一部門成功了? 比如說蘇聯說,城市暴動成功了,那我就推翻了中國。 然後這邊中國,這邊那個農村貿易城市又成功了。 那麼,那麽又這樣。 國內戰爭也是這樣。 我讓你毛澤東去打城市,你跑到井康山去建立根基地,打游擊,逃跑主義。 所以,就變成逃跑主義。 所以,共產黨這個理論呢,是值得重新建立,重新檢驗,需要檢驗的。 那麽檢驗之後呢,我這個習近平說,又怕犯了一個顛覆性的錯誤。 所以,習近平說,這次七一呢,這個講話就說,一定要理論化,一定要條理化,學理化。 但是,本身這個條理化,學理化,就是值得,是可以證明的。 你的邏輯就來源於形而上學的一個東西。 你來源於形而上學的東西,從維新當中到維新,你最後來呢, 你只會在很多實踐問題,社會的實踐問題就出現了一個衝突。 中國的實踐,公有志和民營經濟就發生衝突。 這種衝突,有時反而是很激烈的。 二八實踐就是這個,一個政府和社會底層民眾的衝突。 現在中國也存在這個問題。 政府是強者,雖然人少,中國的政府是最龐大的政府。 最豪華的那個大樓,最奢侈浪費的一個, 一個資源,最佔領資源最多的一個,一個政府之中。 所以是大政府小,這個這個。 然後,而且這種政府這樣,看得見的手來,干擾就是經濟。 把那個瞎指揮,包括那個,你看那, 那個,那個,那那個那個,武漢建的多少。 這個就脫離了四季 就是政府決策拍腦的這個定出來 比如說你說的也是情緒好評 但是它是因為決策它就是一個失調 決策為什麼呢 按照計劃 計劃改不上變化 所以我們就犯了官僚主義 維新主義 就行而上決了 說來說去是這麼一個 這個指導思想 中國的體制就是這麼一個 行而上決的體制 高度集中的一個體制 所以這很容易犯蘇聯的 重蹈蘇聯的負責 這個不是誰有男兒沒有男兒的問題 是你這個這個這個 你堅持這個理論的錯誤 你一定要看到這個編證法 有其利必有其害 所以說共產主義就是說 你消滅自由制必有其害 自由制有它自己 自由制的調節的作用和功能 即聰明生產力 造成積極性的這個過程 因為它只有跟它私人的利益聯繫起來 才能產生很大的動力 你光有私人動力 你沒有大家一個凝聚力 這個也不行 所以也要有功能 哪個做主導 按照需要做主導 適者生存 你沒有一個集體力量 我們衛星上不去 我們的原子彈造不出來 這個是靠大家來拼緊作戰的 但是你只有這個東西 沒有民營經濟 沒有這個這個這個什麼 像那個馬雲哪 沒有程序哪 沒有這個這個這些這些這些人的 這些人的就民營企業的發展 通過以後春水這樣的開花 淘汰 包括華為 這都是這樣的 包括像我們這些 從市場經濟 權力經濟當中被屠殺 被血流成的屠殺 我們敗下陣來了 我們敗下陣來了 我們敗了這樣 這麼樣的 即實戰經驗 所以我們才有很多的體會 增強實戰領導 這個 足跡靈魂的體力 切膚之痛啊 對社會主義的權力經濟 有切膚之痛啊 足跡靈魂的痛 你往不明有嗎 你沒有你代表我們在那 在那空談口號還沒叫到 你看起來很忠於黨中央 也很忠於江澤民 很忠於胡錦濤 很忠於習近平 但是你這種東西是個表象 是害了全國人民 害了生產力的發展 誤黨誤國誤居誤民 所以這種行二上丘不倒 黨內將來就有這個 亡黨亡國這個威脅 這絕不是我們所謂的 即便國家統一了 這個問題的危險性還存在 所以說 我們說曹操 曹操就是 這個一方面又是殺人 另一方面又重於用人 他就牽著 在打仗的時候 在交戰的時候 重財 重能力 誰能講著天花亂墜 誰能把這個理論 就是治國理念說的條理化 誰能夠把這個條理化 系統化 誰就是一個能者 王滬寧就這樣 嘴巴賣嘴巴去 共產黨誇發企場 可以啊 朱古梁原來也是喜歡這樣 他們 就是師姐行 麻雞師姐行 最後吃了這樣 哭 現在台灣問題解決不了 28年把全國給打下來 40年現在台灣 這東西解決不了 這是什麼問題 這個就是理論上的問題 是空想 空想 和平 和平等於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好不好 一國兩制不好 一個國家 就應該領一個制度 萬別生命 就為什麼 你只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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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國家 你把台灣人看成是另類 你把香港人看成是另類 香港的一國兩制 將來也要取消 取消的這個好不好 最主要國家主要好處 香港的法治可以 所以如果一旦統計論 就可以影響中國內地的政府 去掉官僚化 去掉那種刑事主義 官僚主義 台上主義 因為香港的法 政府是務實的 中國大陸是務虛的 是向上 向黨中央負責 香港是對人民負責 對金錢負責 對選民負責 所以香港這個體制 將來要打破封鎖 將來要共產 跟大陸這種 這種 原來叫做社會主義的體制 或者叫做權力經濟 權力政府 經濟比較 香港是一個小政府 小政府 像英國 它採取英國磨盛 有它的生命力 有生命力 那就可以 這兩個 我就這樣 經過了多少年的 二十年 幾十年 這麼從 那個什麼 一國兩制以來 它吸取了一些進化 它取其進化 將來是 兩個自交系 這個 進到英明的自交系 一種是抗漢的 一種是抗風的 把這兩個結合起來 把大陸的政體 和香港的政體結合起來 這樣一定生成一個 更有生命力的一個 新的一個品種 就是一個 一個叫做 這叫做 轉基因 就把這個基因就轉了 就產生了新的 中華民族 從來都是轉基因的 都是吸取 不斷地吸取 各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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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和中華國家 都有基因 包括 甲午戰爭 雅片等等 這都是大炮 衝擊 把那個中國 逼得中國 打破這個封建的 自我封閉這種的傳統 那麽現在 你一國兩制 你現在把一國兩制打破了 就打破了封閉的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這種傳統 實際上封閉 我們說這個社會主義 What you see 就不合格的這個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 我們還是回到新元城 因為我們將來是要 主權在民 就強調 將來是走向共和 民主共和 法治 那麽叫經濟建設為中心 這上一上內發展為中心 私營企業 民營企業 和國家企業協調發展 這個叫做民和協調和協發展 這叫做 既要層上其下 又要多元 多元體制 這叫做多元化 所以說這個呢 我們單一的成為 社會主義就是共和化 讓大家都富裕 大家都富裕 這個叫做 朝鮮的大家都富裕 平民主義 這個不是搞平民主義 而是搞這個 是講這個 引進 由知識青年來 虧的種錢 來改善農村 這種 這種 自然的環境 人類的知識環境 這個東西是要 要做 細致的工作的 不是在那 青山綠山 青山綠水 就是 金山民山 就那麽就 說出來 就造出來 不是這樣 為什麽現在 過去的 什麽第一次 現在又沒有了 就是因爲它沒有 因爲它沒有 因爲國家沒有 很重視這個 這個 這個農村這種 現代化的 這個進程 沒有吸取 世界各個國家的 一個 一個生產力 這個解放農業生產力 改善農 農村的 教育環境 一個 鄉村這種 老貴的頭長 這是中國方面 我談的 我談美國呢 美國是這樣 美國政府 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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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 我講 拜登政府 在這個論述上面 拜登是因爲 有了一個 從一個年輕的時候 就是從政 應該說是有報復 有這個 有能力 對理論上來講 還是有能力 但是有報復 但是 就是說話來講 就是不兌現 就災難了 這個美國政客當中的一線 兌現的 說一套做一套 就能做法 這個就是 修養不良 如果你修養不良 就像我說這個 那個 那個 毛孤寧啊 你自己家裡 其家都沒有 這個家都處理不好 這個 我們叫三七六七 我不知道有沒有六七 但是很多 很多官員是 在外面搞的 這個五七八糟的 這個 這個什麼 幾七幾七呢 不止六七了 一百七六 一千七都有 一定不會 這樣自己品德作風不好的人 一定不能成功 他修養 他 老百姓就不買他這種修養的賬 對吧 你 記住 就 人的 一個人的修養 得本 才末 他的能力是其次 首先 品德要 而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美國也好 中國也好 都是現在的重能力 清 清品德 就對這個 品德的要求 可以忽略不去 這小的問題 就是 大別不必 小的 這個問題 還好 就是 這個 就是 這個 共產黨儘管是 面對這個 這個市長 完全是誘惑 利益的誘惑 畢竟還有這麼多優秀的共產黨 真是在這種 這種市長的 一個風氣 誘惑之下 佔了錢 你知道嗎 我覺得 中國人在美國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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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關心 都比較不俗 為什麼 家庭關心 我們不 不像那個 我原來在中國就是 看到 婚姻自由戀愛 婚姻自由 那你 什麼 這個 什麼 性開放 性自由 沒有,美國還真的,真的是我覺得這個,至少在我們華人圈裡頭,它是比較的傳統,比較的保守,而且真正的一個,真正的一個有修養的美國政治人物,它也很注意自己個人體制的修養。 如果個人體制的修養不好,那麼它在美國也沒有政治經驗。我們說柯林鄭,它的影響,至少影響它的影響,美國民主黨就影響了這種,這個形象就影響了這種形象。 所以這是第一個,就是個人修養方面,拜登要注意自己的誠信一致,誠信你說的話要以致承諾,這個你敗就敗在你自己不遵守自己的承諾。 因為第一個敗,是我在給拜登總結這個敗主,最嚴重的敗主。 第二個是用人嘛。用人呢,你用人就要用這個品格,品格最優秀的人,遵守法律和規則的人,遵守聯合國的法律。 因爲我們,我們是,我們美國這個是聯合國的一個中流挺座,或者是主導性的國家,你一個主導性的國家,你就是神一樣。 你一個神,你都自己在無七八糟的,今天這個樣,明天那個樣,你就沒有一個定性,定型。 你自己都不遵守聯合國的憲章,你自己不遵守聯合國的2758的決議。 那你,你邊出來的,邊出來的,你自己製造出來的台灣關係法,一中原則,就會走樣。 因為,一中建交的公報也有兩面性,有的其力,就有的其害。 還有,看來,中華民國台灣原來是蔣介石的,蔣介石這個,他原來是,在南京政府是統一的, 那麽現在才變成,變成了一個偏,就叫偏安有。 那麽偏安有呢,很多人就,台軍就出來了,獨裁就出來了。 你一個,美國作為一個大國,你失去大國的一個形象,你失去大國一個聯合國,你不遵守聯合國憲章的規則, 你為了遵守,台灣的一小撮人的利益,這麽在聯合國憲章的, 在杜魯門那個講話的時候講的,你一個大國一個國家和一個國家, 按照自己的私人的利益,而侵犯了聯合國這個原則和宗族, 那也是犯了背信起義的錯誤。 這個,拜登呢,在執政當中呢,就犯了一個背信起義,被,被犯什麽? 被犯聯合國憲章,不是被犯什麽? 這個,不是台灣關係法是至上,而是聯合國憲章是至上的, 為什麽我講的一個,前兩天講的一個,深圍思考, 要提高自己,更上一層樓來思考美國的政策, 用美國人來檢查美國,美國用聯合國來約束自己的這個政策所做的, 因為聯合國的2758年,而能夠,全是大多數人民,聯合國成員全是恐怖的。 你綁過來,烏克蘭也是,烏克蘭本來就是蘇聯的那個加盟共同國, 你支持他,你本來就不應該支持他,給你搞一個軍事對抗,等於擴張, 你最後弄得,他調整這個民粹主義,就像,就像和性質和台灣一樣的, 台灣如果這樣搞下去,就是烏克蘭這樣的下盤,就是代表人的下盤, 你挑釁這種利益之間,目的達到目的呢,達到了修入俄羅斯, 死河羅斯呢,結果呢,這個反作用力,死河羅斯和中國又轉在一起, 這個力量來講,這種大國之間的結盟又變成了一種反過來一個反作用力, 反作用力呢,超過了你美國的作用力,美國和北歐歐盟的這個作用力, 圍堵了烏克蘭這個作用力,這個是你,就是用力不大, 這個背信其語,這種,這個就是第一個問題, 你既然有安天下的報復,也有製亂世,製造亂世,製造帶給人戰爭的才能, 美國有,天下大亂就是原因,90%都是美國挑起來的, 什麽什麽,你有這兩個本質,你所所,搬手為贏,覆手為贏, 所以世界是真正的亂根的事在美國, 那麽中國呢,看透了你這兩手,那麽也會採取兩手, 一種是反聯盟,你搞這個七國聯盟, 我和日本還有就荷蘭參加, 什麽再想要很約就很約不住,